我觉得呢 我原来一直以为 我们这个叫木兰 他会一点点变声响 原来这一位Carlett也是这样的 在被检方质询的时候 他声音很高 但是这两天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他那么大个男人那么高大 声音变小是我的感受 今天我整体的感觉就是Sabrina 就是他在琴上也是非常的 那个就是 那个抓住重点在问问题 他一直往前推进 但是因为这个证人 他很不敢说这样 所以他很多问题他不回答 就是模拟两可的 或者不回答就逃避 然后就导致 Sabrina就像一个退赌机 往前不停的推 然后但是他又不停的躲避 但是法庭也有法庭的规则 所以就推的推的 然后土就推的特别高 然后那个怼的 那个就是 Sabrina就像个退赌机 就是冒烟一样这样的 然后那个法官就说 然后减判就趁着机会 就不停的就是objection 然后都被那个 就是法官给sustain了 所以就是 所以就很多问题 就是那个 就是一开始就感觉 好像是土还在那 他是在2021年5月份做的 他是在支持当时 在文贵先生的 这个泰蒙案件里面的 一份法律宣誓 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泰蒙出现了 对吧 而且这个人当时在 还在为这个 Saraka工作的时候 因为他的合同是 7月份 在他的雇用期间 对雇用期间的5月份 在将近两个月前 被let go 就被解雇的两个月前 他替文贵先生 做了这样一个宣誓书 他证明了说 所有的这些资金来往啊 这些钱啊 银行啊 和郭先生没有关系 OK 这是他在发誓 而且在被公正的这个条件下 具有法律效应的 而且是传递到这个法庭的 对对 就是那个 我先大概梳理一下 就是那个 Sabrina 他大概说的 从哪些角度去推的 首先第一个 最开始上来的时候 就问这个 关于 因为它是 Crain公司的嘛 这样子 就是Crain公司 所以问的就是 所有的这Crain 这些Funds 就是是不是 跟郭先生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属于郭先生的这样子 而且这些Funds 也没有任何郭先生的那个名字 包括Sabrina提到了 就是总共这里面 涉及到是1300多个Wars 就是1300多个电池 这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没有涉及到 那个郭先生的名字 也不属于郭先生这样子 然后就是 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根据他和 就是那个G Club之间 签订的这个协议 就是说 他所有的这个钱 他Clear的部分 他可以拿2%的手续费 就是服务费 那这个Clear什么意思 就是说所有钱进来 你一定要对张嘛 对张完了之后 然后就是这名归始祖是谁 这样子 然后你再把它转出去 转到对应的地方去 这样子 这个才完成的 叫Clear这样子 这个过程 你只有完成的这一部分 你才能够收这个 说这个2%的钱 如果你没完成到 你是不可以收的 他实际上总共最后是收了 就是这个Clear公司 总共前后要收了 100个Million 就是一个亿 Sabrina就问了一个数学问题 就说你帮我做一个数学问题 对吧 你这个2%没错 签了白紫黑字的 但是你拿了270万 那你要Clear多少钱 你倒算一下 对不对 在多大的基数上面 对 你也可以拿这个钱 你才能拿到这个270 那他的point就是说 你其实不应该拿270万 就算你按照这个2%来算 你也不应该拿270万 Sabrina问了一个很聪明的问题 他说你之前说 你拿这个钱 你认为是合理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觉得 你拿的这个签 合理合法 OK 那你为什么 在签 跟政府签这个 非起诉协议的时候 你要同意 把这270万的 去查封 去查封 如果是合理合法 你为什么要去 接受这个查封呢 对吧 而且昨天我们听了很多的录音 这个录音就是很多的 就是怎么讲 他偷偷录的音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 人们讨论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这些钱 转到投资人想去的地方 比如说 洗Dollar 对吧 去买 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讲 但他找了很多的理由 他比如说 我没有KYC 我要做这个Due Diligence 我不能转 他说了很多的理由 他今天就讲到KYC了 在这个KYC又很精彩的一点 是什么 他又撒谎 OK 他说KYC 我不能转钱出去 OK 因为他就是中间商 他提供一个中间服务 对吧 G Club的Member的钱 他收到了 然后代替G Club 转给其他的下家 对不对 但他的理由是 我不能转这个钱 是因为我没有KYC 这些人 好 这时候 那个Sabrina 就来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超级精彩 你记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吗 Sabrina就问他 谁做KYC 对 是你做吗 是你都会为你做吗 是Banker做 而且有个问题 做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Banker 对啊 你不会不知道 谁应该做 只有收钱的人才做 收钱行才做KYC OK 而不是会钱方做KYC 对对对 也不是你 也不是你的公司来做KYC 是这个 institution 当你接受钱到KRAM的时候 谁帮你做 是你的银行 你的KRAM账户的这个银行KYC已经做掉了 就是说我记得是他两个选择 OK 就当时 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建议了 对 你可以把建议回去 关账号 关账号 这两个方法 而且是燕萍跟他说 关账号 对吧 最好的方法 然后在这样的压力下 才到了你这里 好几次的跟他说 燕萍有没有问过你 Miles有没有问过你 就pressure你给你施压你关账号 还有Victor Serda有没有 还有这个Miles有没有 还有Villain Yeh有没有 所有人问下来都有 都有跟他讲过 但他没有选择 而且这里呢 Subrina呢 他的声音从高 就是像演剧一样 Miles锅 cannot close Miles锅是不能关账号 然后 Evictor王 能不能关账号 就一点点 Villain Yeh能不能关 生音这边又小了 就像演电影一样 对 对 然后我觉得 I like it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就是一分钱不能少 是昨天 就是我们在听音 录音当中有的 Not one penny 这是 这是 郭先生自己说的 今天我们听的录音 政府放出来的录音里面 Miles又讲了 又最后一段 我们到时候回去看那个 他说 如果说 他们要拿走我的钱 feel free 但他们不可以拿走 supporter的钱 一分钱都不可以 这是Miles在今天的录音里 我听到的 他又说了 这是郭强哥哥说的 对 这个合同 6月30号的时候 2021年的6月30号 GQ发了一封邮件 跟他说 就是说终止这个 刚刚签的 5月12号签署的这个合同 因为还不转签吗 对吧 开始的时候 什么时候问他 你当时是不是 就GQ骑出来之后 要跟你终止合同 你当时是不是想 也想去终止 然后他 他说他想 他说他想这样 他说他当时那个时候 6月30号那个时候 他是想的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后来实际上 在那个 就是在后来后续的 他跟他让他的律师 那个代表 他跟这个GQ沟通的时候 是展示出来 他其实是不想的 他还想继续这个合同 其实这个里面 他自己作证和 和他 他自己作证和 就是他自己作证的 那个当时说的这个词 他说是想终止 和他律师 那个实际的行为 是不想终止 这个是 这个是 矛盾的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 就开始说这个 就刚才你说的 这个2%的这个270 然后说到这个270的时候呢 就提到了这个 他要把这个钱威胁 当时他在这个仲裁里面 威胁就是要把这个钱 还到纽约的 没有人认领的这个办公室 对 然后这个时候 Subryna也很聪明 他尽量把一些信息都放在里面 这个贴图机 有时候推一些 我没有用的东西 他就说 第二个仲裁 虽然这个第二个仲裁是被dismiss的 就是是没有 被递解了 被递解了 没有要回这个270万了 所以才有了这个政府被没收 没收他这个钱 后来的270万 但是Subryna问他说 当时的这个arbitrator 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 这个洗钱的证据 当时的仲裁没有发现这个钱有洗钱的证据 对 他把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拖出来 这样的话 是整个法庭都知道 对吧 当时没有 这个结果是什么 虽然被dismiss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发现 洗钱的任何的证据